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市公司是man nature 也不怕说 都是医学界的 公司名当然不说 人物各方面也不说 大家不要问我 我也不会说 总之一个花生就是 签了profit guarantee 头过两年大家都顺顺利利 亦根据profit guarantee 组成绩 亦都应该收了钱 但事情就出现在最后一年了 因为长期我都不太知道 约莫而已 最后一年就不单止没有 profit 远来 profit很远 甚至可能是否输钱 我真的不知道 令到买了生意给上市公司的那位医生 要赔钱 还赔得很金钱 金钱到公司就没有了 因为自己买了给上市公司就没有了 以前收下的那些偶弯 可能甚至要偶突 这就很严重了 所以真的 当你和上市公司合作也有时不用太兴奋 不用太看清楚 凡是签这些合约 说真的要从坏处上 否则就会有一个不太好的结局 因为这一花生令 我想起了一宗交易 这宗交易 我想起了正路一点 因为这些这么坏的事就不会发生的公司 因为这间公司是什么公司 三百八六 康健康健 最近收购了中卓 中卓集团在这个收购里面也有profit guarantee 话说中卓这间公司是怎样的 本来是想自己上市的 但四年的业绩就出现一个下降趋势 如果没有记错 可能是第一年赚五千万 接着三千 接着二千 接着上市前几个月只有千多 那你老实实 怎样上市 呈现下降趋势 年五千八百万 不是上升 而是下降趋势 五千八百万 三千万 二千万 千八万 那你怎样上呢 我想输了几千万 所以上不到 终于遇到三百八六 这些主要好人家 当然一拍即刻就去签了 那整单交易是怎样的 四亿七千六百万 先赚4.76亿 再赚1.2亿 再赚3年赚3.56亿 就用CB形式 即可换股票 要是换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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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换钱 分三年的行使 Maturity day 第一个就是 由签密约数十二个月 二十四个月 三十六个月 最后的签数 它可以换回 不需要理它 Anyway可以换回 但因为它有一个换股价 如果股票要升的话 它可以 它的换股价是七六六的 即如果股票会升超过七六的话 它可以换股 跟着在市场沽 便可以赚多些 只是这样的 这个交易 老实实 对于386亿公司当然好 因为它是立刻会有一个保险的 我相信签这件事的时候 这班医生对保险的信心是很大的 但其实看到 信心多大时都没用 这个已经知道 会呈现下降趋势 所以我们看看 万一 万一出现 以外会是怎样的 和我说说那些风险在哪里 这个风险其实就是 当你听到花生里面 那些花生的细节 显露到 对于这个 卖给上市公司的医生 将会没有什么风险 它们有一个Profit Guarantee 而最重要的Profit Guarantee 里面 有一个Performance Target 即是说有一个差卖数 三卖数就是30ml 三千万 如果高过三千万 当然没事了 它分三年Guarantee 第一个Guarantee 第一年 3月31日 2022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个Guarantee 就是3月31日2023年 第三个就是3月31日2024年 这个第一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其实已经是签单合约的时候 这个数已经是知道的 但是出现在第二和第三年了 这个未来的两年一个数 一定要多过30ml 不多的话就牵涉一个赔偿 那赔偿是怎样的 那赔偿是怎样的 那赔偿我相信 其实如果你说那些花生的案子是怎样的 那些花生的案子在头一两年 都是顺顺利的 应该是最后一年 是拆不了目的 那我刚才看到那些数据 真的有时候很难说 我假设如果第一年拆不了 只做到2000万的数据 它根据这条formular去计算的话 它的赔偿是怎样计算的 B就是实际的营业项 如果实际的营业项是20m 的话 Performance target是30m 即是短了10m 短了10m 短了10m 那要赔偿 给上行公司是多少 就要成为一个 叫做price earning ratio 15 即是要赔偿是1.5亿的 150m OK 即是在这个世界 这么难预测的情况下 如果未来一年不行的话 那些医生卖给上行公司 这班医生是要赔回150m 那如果最后一年 即是大家的利是 不单止没有钱赚 虱钱 虱钱的话是怎样呢 虱钱的话 即是B的数是0 0减30m的话 即是乘15 就要赔4.5亿的 就是这样的 那么 会不会有机会出现呢 即是说完全不能撕到target 我告诉你 其实不是很难的 我想那个发生的情况是怎样呢 因为想想 那间公司卖给上行公司之后 其实整间公司已经是上行公司 又签了合约 收到1.2亿的开始 其实这一班买这个生意 买这个医疗业务给上行公司 这班人已经变成这班公司 这间上行公司的打工仔 这样的话 医生挂着他做好生意 条数的管理 accounting 核数管盘数的责任 其实是属于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是派人去看医疗数 甚至整个公司的业务 盈亏状况 花什么钱 用什么钱 做什么投资 诸如此类的 在那个发生的情况 或者那个医生 现在要陪那个情况的医生 基本上因为整间公司 因为他的业务买给上行公司之后 基本上那盘数就由上市公司去管理 那盘数 所以上市公司就千方百计做到 就是去蚀钱 明刊钱也做到蚀钱 亦都因为这样 所以拆不了目标 亦都因为如此 所以上市公司告到他去脱费 等我说这个情形 当然我觉得386不会出现 但是不会出现 真的是一个风险 根据Profit Guarantee 简单的说法 当然很详细的合作里面的文件是怎样的 但是如果根据Basic Information Discourse 上市公司通过里面说 刚才我计算的数大家知道 如果第三年是亏钱就要赔4.5亿 第二年不多 就是缩了1,000万就赔1.5亿 即是三年结束后 收了4千多万 如果股票又不升超过0576 即是没有兑换 没有兑换就收4.568万 收了4.568万 其实不够赔偿 因为要赔6亿 就是这样了 要赔6亿 所以就是 其实这班医生 我不知道 这班医生在签这份东西的时候 或者已经出事那位医生 在另一宗花生 他签的那一刻 其实没有想到 想完之后 有没有标一下冷寒 签完之后 会不会标冷寒 因为其实你真的 under这件事 公司是给了人 你只要打工 由签了合约 行使合约 那一刻开始 基本上 卖方 全部变成大公仔 在这里说 Taking in respect of the target group Founding doctors and equity partner doctor who will become employee consultant of the group upon completion 整单交易完之后 一班卖方的医生 Founding 创办的医生 和有股份的partner医生 就会成为这家公司的employee 或者顾问 员工或者顾问 就是这样 所以真心 跟上市公司合作 尤其是将生意 卖给上市公司的时候 对这个profit guarantee 是否真的可以想得稳定 当然 整件事 我们作为投资者 看见这些是开心的 因为老实实 上市公司的利益 一定不会受损 Well protected 反而要反过 看上市公司的老板 是否要那些东西去到尽 如果去到尽 是很麻烦 即是卖给他这班医生 也有时间害怕 好吗 希望这个视频 就分析到这粒花生 以及这粒花生 究竟对最近 刚刚说的交易有什么影响 对上市公司来说一定是好事的 但是对卖给上市公司的医生 真的要小心一点 好吗 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一条片再见 再见大家